在将近两万民众的欢呼声下 国王恩史瓦第三世隆重进场 史瓦帝尼庆祝55周年庆典 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场祝贺 插有我国国旗的坐车 直达舞台的正前方 蔡总统的待遇 比照王室成员跟各国元首 依序到来的包括王母恩同币 因为行动不便 搭乘电梯到舞台二楼 以及南非前总统赖索托国王等等都来了 总统蔡英文这次出访史瓦帝尼 最主要就是要参加当地建国 55周年的这个庆典仪式 那么其实在细节的安排上 也可以感受到史国对我们的这个重视 因为我们的座位就被安排在 主舞台的正右方 布置媒体团高规格领域 蔡总统的座位就被安排在王母的旁边 而蔡总统的左手边坐的是史王的王妃 总统除了跟史王还有王母寒暄之意 也时不时跟王妃低头交谈 在各国元首之意时 不止第一个点名蔡总统 十分多钟的谈话 更是速度提及台湾 特别是典礼上国王的小王子T政部 领军一队在队伍的最前方 也成为了全场焦点 总统蔡英文时隔五年再度出访史瓦帝尼 也创下了我国元首二度访问史瓦帝尼的记录 透过这一次呢 收集这个双55的庆典呢 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关系 可以深化台湾跟史国的邦誼 以上是华视新闻团队张轩和张振杰 我们在史瓦帝尼的随行采访报道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